那一天早上 我记得我一大早的时候 就收到一封信 因为那个时候那封信 就是说我在美国的官司 就是胜诉 歌手王力宏与前妻李静磊离婚后 一举一动人受到外界关注 这周他将在泰国举行演唱会 前妻李静磊昨日却无预警发文写道 明天线上见 话题引发讨论 对此 李静磊稍早宣布 原来是自己将推出podcast节目沉浸时间 首集便分享美国官司胜诉的心情 李静磊提到先前美国和台湾的官司 同步进行诉讼 不过因为时差 只能在凌晨三四点时跨海开庭 再加上同时还要兼顾照顾家庭的工作 让他直言 那段时间蛮难熬的 不过某天收到美国官司胜诉的信件 让他当下情绪非常激动 表示我的灵魂已经出撬到厕所 很需要放声大哭 当你当下没有办法去抒发这个情绪 然后你可以delay这个情绪的时候 因为情绪是一时的 所以当你可以去消化这个情绪的时候 他可能那个情绪已经过了 所以他已经没了 例如说那时候我美国的跟台湾的官司 都是同时在进行 然后可能三四点啊 透过网路跟美国那边开庭啊 然后可能到早上五六点 然后可能就没有办法睡觉 就直接留点开始做早餐 所以很多时候是没有睡觉 然后那段时间其实蛮难熬的 就是你的心情啊 还有你所有的状态都是很紧绷的 那一天早上 我记得我一大早的时候就收到一封信 因为那个时候那封信 就是说我在美国的官司就是胜诉 那那时候我其实情绪很激动 就是觉得说很需要大哭一场 然后就是尖叫啊 或是其实那时候我的灵魂 已经出窍到厕所 然后很需要就是放声大哭 对此王力宏也透过律师反击 声明中提到 法律讲的是事实 不是感觉 针对李小姐podcast说美国胜诉 之前王力宏先生律师 已说明过是因为管辖权的原因 移回台湾审理 没有所谓胜诉确定事宜 对于李小姐自我感觉胜诉 我方无从评论 希望李小姐可以遵守台湾法院裁定 并如实旅行 让强制执行程序顺利